9月初海魁台风来袭 造成附底桥梁成线 而正等待修复的同时 中台消遣来搅局 接着11号傍晚 吴江春地震 天灾皆里来袭 受灾的迷你桥承受不住 现在整个成线桥梁下线 而角度扩大35度上下 桥面整个变深V 成为围桥 而地方旗海不用修理 直接拆除重建比较安全 横跨秀古乱溪的明里大桥 9月初遭海魁台风破坏 桥梁成线 期待修复之际 中台小犬来搅局 桥蹲掏空情况是更加严重 不料11号傍晚 吴江春规模5.0的地震 灾损家具扩大 乡长江东城第一时间内 现场堪灾 桥林已有36年之久的明里大桥 为副里与浊西乡东西乡联络要道 接连二次的风灾破坏 桥墩向下沉线超过7公分 桥面向下倾斜 接缝混凝土结构军裂 这一次地牛大翻身 桥面倾斜角度就超过35度左右 地方齐寒不用修复 直接拆除重建 这个有关掉车出路就烙很远 然后直上到一里 大概10来20公里 那现在这个灾况越来越严重 我觉得有没有什么建议 其实有关单位尽快啊 尽速尽速该打掉重建 民国76年 完工通车的明里大桥 全长300公尺 今年三番两次遭受天灾严重破坏 几乎已成为一座围桥 乡长江东城也向县政府以及中央 争取拆除重建 确保民众通行交通的安全 我们跟花里县主 有把这个灾情 有转报给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 就这座桥要报情重建 报情重建当中 所以我们目前这个案子 是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 当中审查一个状况 我们是报情重建 明里大桥目前封闭 全面禁止通行 也使得复理东西向往返 明里石平与股丰地区的交通 是大受影响 眼看下个月秋收季节 地方民众除了期盼桥梁 裁建计划能尽早执行 乡长江东城也积极追踪 轮田电道修缮工程进度 希望尽快完成开放通行 以利民众往返以及农耕交通运输之需 接着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